这个洞有一点点像蛤蜊 你看真是 晕亮背 它跟那个城隍那个洞不一样 虽然说都是疤 但它这个越挖越小 城隍的越挖越大 都是这种东西 漂亮漂亮 贾达 今天带它来了 溜着一会儿 这帽子都包着了 周边这个水都退干净了 洗不太出来 捏一下 骚 它里头自己就洗干净了 就跟着它们后面就能抓着城隍 你看这边这个坑 这边是巨堆的 它也跑不多远 你们看 这个是海葵啊 还是海肠啊 这是海肠 你看 这边这个 看这小海肠 我们这边的海肠不多 有的时候 风大了 都吹足一点 这还有呢 去年这个地鞋 好多那个 象拔棒呢 是不是 还挺挺好的 挺干净 洗一洗 这还有 最肠子的处境 你看这颗肠子 有一米了吧 这根 这东西回去炒酒再好吃 这肠子 给它扔掉 还有 这儿 这随着这炒水就有了 这个肠子也露出来了 哎呀 这边这个 看 刚才来福发现呢 来福叼了一个 有些什么东西 你看 有的人愿捡 这儿愿吃的 带个桶来 我捡一桶 有的不喜欢吃这个东西 稍微捡一点就得了 这个位置有个卖 它这营火沙了 我给它捞上来 用这个铲烧 好 还有个黄铅 这对面贝勒就得了 这大傢伙多大 主要是这个 你看一下 跟小果冻一样 哎呀真烧 把这个海肠的处理一下 这晚上有的人看了恶心 里头全是那个 囊囊水 一搅就掉了 把这个皮儿给它这么给它划开 不喜欢的可以快进啊 这边有点血性 把这个内脏给它这样一拽 就吃它这个皮儿啊 就吃这个皮儿 处理干净之后是这样的 到时候给它稍微切一下 一炒就可以了 感觉减少了 多减几个好了 烧点热水啊 这个温度60到80度就行 不要特别开啊 稍微烫个五六秒 出锅喽 倒一点这个辣椒碎 出锅翻炒 来一口这个海肠嘛 味道还行 我我个人不太喜欢吃这个 因为我不喜欢吃像内脏一样的东西 所以对它有偏见 很多喜欢喝酒的会吃点这玩意 这种海肠要卖的话特别贵的